今天是很好的日子 到威斯康辛州造势的前美国总统川普抓紧话题猛攻拜登的移民政策 川普重回红海威斯康辛州场的拉辛俊 对于当年被他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富士康只字未提 但川普说他能救世界救美国经济 2020年拜登以百分之零点六三的差距惊险拿下威斯康辛州 根据538网站的资料显示 川普在威斯康辛州民调领先拜登百分之零点二 而上星期对共和党议员说密尔瓦基是鬼地方的川普 也不忘讨好的解释 他爱密尔瓦基只是不满民主党政绩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